修林乡泰鲁阁族感恩祭典当中 传统家屋在活动中呈现 内部两侧分别是 长辈睡的床、小孩睡的床 而家屋内部则有火堆 可熏肉以及驱赶蚊虫 还有传统编织的技法 部落其老也在现场解说 让乡亲和游客来了解 泰鲁阁族在高山的生活智慧 2024泰鲁阁族感恩祭典活动当中 19号在水源部 旧东方夏威乐园扩大办理 而在传统家屋部分 则是最传统要素来搭建 以竹材为建材材料 屋顶则是覆盖着茅草 还有泰鲁阁族妇女现场编织 而公所同时也邀请解说人员来说明 让大家认识泰鲁阁族在高山的生活智慧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没有什么布嘛 几乎都是用植物来种植 然后呢我们再讲说做我们以前的衣服就是 Nukai 也是Gli 这个就是Nukai 和Gli 我们讲的柱马 然后呢现在因为这个东西不好种植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然后乌鲁最传统的织布 这个是最传统的织布机 乌鲁 然后呢做出来的那个成品就是 Paba 背纸和Paba 那我想这个都是 在这里都是我们的 以前Druku 在生活上必须品 你孩子一定要有悲难 Ruwi 男孩子一定要有三刀 不仅 然后呢我们都会一起聚在一起 我们是用 你看 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很多东西 Pakaloha 还有山猪的 我们的Nukk的那个什么 乌鲁 这边都很多 我想这个都是 也必须要请我们所有的乡民 能够更了解我们以前原住民的生活形态 希望我们贵宜和月道而来的贵宾 在家屋前面来合影留念 希望把2020年的家屋历史照片 能够回忆起来 共同建设这一年一度的 泰鲁国族感恩激励活动 记得喜欢我们喜欢我们的